他说他种的草莓呢 开始小平有蛋白 我们要怎么分说 他到底是欠蛋白 还是说是一般素兴起的 另外呢 这不外的蜜儿也是 也是一样缺蛋吗 还是要怎么处理 还有柴椒 他刚洗下来的家 侧边的叶子会剪 算是会串起来 那不是八度素兴起的 这种红色草莓 像这种红色草莓 已经新闻的色草莓 都已经是这个 这样欧生 所以这个也绝对不是缺蛋 这在台湾要出现到 这种作物缺蛋 这种的一个情形 那么不太不太容易 所以这种红色草莓 你还你还要小心 这有时候比较丰心 尤其这是这个 效金的这个所在 你然后就看到 有点 还要凶打凶打 然后 效果软红 那么 效金 效果软红红 效果软红 效果软红 这个凶打凶打 现在这种情形的 比较担心的 就是比较担心 有一种叫草莓的这个夜窟病 那么 他最近的病害 很多都是叶枯病 來把他引起 剛開始有的公園 沒看到他很大 他不用很大 他在這地方就正確 所以很多我們 甚至有時候他在這個項目管頂 甚至在各項目管頂都有可能 所以這要小心 所以你要看看 那麼一般通常就是這個 像帶克力啦 飛克力啦 就是他的這個油 塞浦夫泰寧 這個大概呢 都會有一定的這個 防止的效果 你說我不要轉龍油 不要轉龍油 你要嘛就是 雅磷酸效果不是特別明顯 是嗎 不是 那麼可能就要稍微注意到 這個大概是一種的情形 那麼 我們一般在說的這個葉枯病 同時他的一個所在 留下 留下 有一個這個 就是會從葉原 效益 那些比較容易 所以這個要小心 這個大概呢 我們通常在草莓裡面 很容易去尋找到這種情形 當然有當時他那個紅色 草莓在紅色的時候最怕就是 是不是有這個紅豬堂啦 我說我沒看 紅豬堂要用放大鏡去看 那麼他的肖子也這樣囤囤 然後就感覺非常沒有生氣 看看 一般這個葉班病 他很快 這個肖金 然後他會溜霸 我們說的溜霸 就是說 他在這個肖子 算不是只有在業員 但是你如果像這個 紅豬堂加到 紅色豬比較多 比較嚴重的時候 他通常是肖金 來就肖子搭搭 我們說的 就是沒有失去一種 肖子本身的一個光澤 所以這兩種都有這個可能性 所以這必須要 好朋友一定要稍微來注意 因為這個葉班病 有時候很難去去分 所以大家過是紅豬堂 所以先看看 這純粹在這個一張肚子 你說這個伯母就說 除非他很典型 一般來說就比較難 比較難去判斷 是這種的經營 所以這個大概 可以是這個 所以一般 要說在台灣 地費都沒有下肥 通常我們看到 這個缺氮的經營 很多的 這個地費都沒有政策 就是很久 好幾年了都沒有 都沒有政策過 如果沒有這款 就問題比較 很少見 真的很少見 真正在看到 這個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在這裡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這個大體上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好 這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了解 所以應該 但是我個人的判斷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兩個的可能 一個是 啊 業員的這個情形 因為你看看不出來 因為那沒有 有時候發紅紅 臭打臭打 但是 啊 沒有看很明顯的這個病斑 但是你一定要小心 因為呢 他那種 這樣有一點紅映 紅映這種 這是這個 有的說缺氮 其實不太一定 這很多都是這個業庫病 他有一個這個業庫 這有時候在長頭那裡 他會發現他的一個 啊 那個 雞部 那個雞部 那個那裡 他的假證 就是說 我們草莓是不是 他的雞部有一個應該是叫 精盤 跟盤更蓋的那個地方 齁 在那個 那個雞部 那裡的雞部 會有稍微紅紅 這種的同學就有 這個業庫病有關係 所以這目前知道是這樣的 所以這 啊 讓我們好朋友 就做一個這個參考 所以基本上是 啊 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是呢 你千萬不要把這個 因為紅蜘蛛 這個紅蜘蛛 因為你的草莓看到了 就是 要小心 因為紅蜘蛛是我們種草莓 啊 那麼 如果沒有落後 大概是最嚴重的 去遇到的一個這個情形 在那 所以這有好朋友 就做一個這個了解 到 所以 啊 看起來不太像是缺淡 啊 反而你要 因為你整體上 因為那個 心肺是黑的 這個大概呢 就是 你如果是缺淡 他整體黃化 很少跟他看 會比較黑 會比較黑 但是你的心肺是黑的 所以 啊 反而不是缺淡的這個問題 哦 所以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 紅蜘蛛 啊 紅蜘蛛要怎麼看 哦 這個 蜘蛛翻到後面 那麼 可以利用這個 比較高倍 這個放大鏡 哦 稍微看看 哦 應該 看了一次你就會嚇一跳 啊 如果都看不 哦 很清晰的 連兩都都沒看 那麼 比較擔心就是這個月枯冰 哦 所以這大概是這樣 哦 所以要 分配判斷一下 哦 那 第一的就是說 這個補子 不愛的蜘蛛 這黃蜘蛛 但是這黃蜘蛛 一角一角 所以呢 這種的一個這個黃蜘蛛 這個你要洗蜘蛛 這種的 這是這個 啊 這個陸菌冰 這個漏困 算 他的蜘蛛有黃 啊 稍微叫夜蜜 稍微喊這條 到夜蜜的地方就停起來 到夜蜜的地方就停起來 啊 這個月枯 那個比較黃 所以這漏困 那麼這應該是這個 濕度比較高 來把這個陰氣 這個陸菌冰 那麼漏困這種東西 你也可以刷細片 你如果沒有種太多 比如說你在照顧的時候用細片 啊 還是說 啊 這個冰箱 刷一刷 這個 海藻桐 或者是說 有的說 冠那個 雅磷酸青氧化夾 這個當然也可以 這個雅磷酸 雅磷酸夾 這次的晒 但是呢 事實上 這個雅磷酸夾對 陸菌冰的效果 比較不太好 比較不像疫病那樣明顯 絕對是有效 但是就是說 我們感覺比較不會出來 那樣明顯 所以你也可以用細片 這個濕度比較高 你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麼目前這個 橫胶 你把橫胶 那個橫胶 那個橫胶 把它加掉 這個呢 不是病毒啦 所以 這個東西呢 這也不是缺氮 這缺氮呢 這個整體在橫 連這個月賣也是黃的 連月賣也是黃的 所以這應該是這個陸菌冰 都分配 大概是這樣子 那麼彩膠都出來 橫胶QQ 這個東西 這個是不是也擔心 是不是病毒 這個 雖然照片沒有看的很清楚 但是呢 這個阿婆 還是不太認為他是病毒 這雞磷酸 這應該是這個紅蜘蛛 這個紅蜘蛛 這紅蜘蛛一種的一個這個危害 所以這個橫胶 因為你比較不明顯 你這樣飛鳥飛鳥 我們說的飛鳥飛鳥 就是說那個顏色 這個 綠中帶黃 黃中帶綠 那種顏色很不均勻 你這不會啦 所以這應該 起來呢 就出現這種 所以這 我還是認為是紅蜘蛛的問題 這個 不是這個器材 就是這個紅蜘蛛 特別是 這種紅蜘蛛的解決問題 那麼這個應該要 小心注意 這個通常大概 如果沒有什麼以外 應該就是 這個紅蜘蛛 有的說應該是白蜘蛛 應該不是紅蜘蛛 這我不會分 這麼多年來 阿波還是不會分 不會分紅蜘蛛跟白蜘蛛 這不好意思 很多人都會跟阿波建議說 那個明明是白蜘蛛很厲害 我覺得 我不是在氣窗 聽眾朋友 我絕對不是在講反話 我是跟你說 這是一個事實 就是說阿波不會分 真的 我不會分白蜘蛛跟紅蜘蛛 有的說 那就是紅蜘蛛 但是他們在說的 這個 聽聽說的 這個紅蜘蛛跟白蜘蛛 的時候 他常常是把 這兩個東西其實是混的 譬如說他的神澤式夜蜘蛛 這種東西 他得這個白蜘蛛 但是他這個神澤式夜蜘蛛 他雖然是黃綠色的 他成蟲是黃綠色的 那麼有可能是這個 但是他也有一段時間 如果是運動比較好 還是怎樣 他也是變紅蜘紅蜘 他洗澡的時候 洗澡的時候也是入白色的 所以有時候看到他洗澡 你就說他是這個白蜘蛛 所以 我是比較不會分 老實說 可能要很詳細去看 所以我如果看到 我現在都沒有在管理 我在管理是紅蜘蛛 白蜘蛛 我現在 我就知道他是蠻類的危害 那麼這個細蠻 細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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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細蠻 新葉扭曲 這通常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 這個 尤其我們種 柴蜘蛛 這個蜘蛛 這個蜘蛛 這是一個 就是說你不能給來 如果給來 就比較 比較麻煩 那麼這個大概是這樣 你如果是說這個查細蠻 細蠻 這 你如果說他是這個白蜘蛛 比較有道理 因為 大部分的時間是比較 比較黃的 但是他不會變 他會不會變社會 所以有時候也不見得 所以 你如果說四蠻 就是這個白蜘蛛 你四蠻 跟這個神澤氏夜蠻 有不一樣的用藥 不好意思 用藥都一樣 都是蠻類的這種用藥 還有一種叫做二點夜蠻 二點夜蠻 一種就很明顯 很明顯 他就會比較紅一點點 所以我們 我們說的這個紅蜘蛛 這通常 但是他小吃的時候 也不是紅的 這個又麻煩 又麻煩也是 千色千色 這個 有時候有一點淡淡的這種 尤其你吃東西後 有一點淡淡的綠色 等一下他是白蜘蛛還是紅蜘蛛 他吃掉就是白蜘蛛 也不是紅的 但是他剛才補出來 是一些紛紅紛紅 一些紛紅色 所以很深色 所以有時候挺有趣的 有時候他的這個 這個 這個 他又會變黑 所以 那麼有時候 他顏色比較紅一點 所以 這個大體上 大體上 有不同的這個 這個 那麼有時候 就是說我們對這個顏色 就不要太去 這個 在意 這在灰 灰公的白蜘蛛 完全擁有都一樣 危害都是 都是很嚴重的 所以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注意 神摺氏夜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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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很紅 專紅色 所以這 很標準的紅蜘蛛 應該是神摺氏夜滿 但是我剛才說到 他也是有可能沒那麼紅 紅蜘蛛 如果沒那麼紅 大會有點淡淡的綠 他是紅蜘蛛還是白蜘蛛 他洗這個時是白色透明的 所以我也說很難分 完全是在这家家 所以有时候它不同的 但是你看它不同的时间 但是完全不管 这个你在做满类的用药 你不用去问什么药是特效药 完全每个药都有好 这个做满类的药效果都不错 效果都不错 是怎么他都做不错 因为很难做 做不错 再来就是说它的生涼 所以你现在把药承宝丝 承满这个丝 他还有那个章又上来 所以你很难做 很难把药承宝说 你说一个要把药承宝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原因是出在这个地方 所以就变成在药的时候 就像我们说不好药不好药 这个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水量要足 水分要充足 现在我们在药 这个这个用无人机在噴油 在高潮里面 阿博去看过去参观很多 他在噴油的时候 大家都认为 这不是说我们做公里头 是不是要有很多水 对吧 阿博也是这样跟你说 很多专家 专家学者也是这样跟你说 水要做淡 但是 无人机在噴感觉累的时候 他有多少水汤 你做很淡 是不是 但是他扎噴吃噴 所以他的效果还不错 再来就是说他的油很油 他分散 风不要太烫的这个情形 噴这个公里头好个还不错 所以 我觉得有时候时代在改变 我们有一些 这个观念 我这是说给我自己听 就是有一些观念 也是要去改变 因为我以前 我以前不是都特别跟你讲 说这个要扎 这个 这个红地鱼 扎这个 伤害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是不是 像煮头到尾都怎么说 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水 较多 我们是不是 健康也说 但是无人鸡是怎样扎 这个 蜿蜜 效果也不错 就是 风滴的时间 很重要 你就说他还不太严重 你就去扎 扎过后 因为扎油不累 所以扎过后 他三天再复一遍 他用的油 照 他说没差 反正我飞机去扎 以前的油 是两天 跪到要下去 对吧 还带到没人 一遍 疼到要死 现在不用了 哦 一分钟就扎了 我再来扎一次 我如果想到 我就再来扎一次 完全 啊 以前的油 扎到要死 现在不用了 我每天在那边扎 现在第一遍 比第二遍就很好扎 他就自己的扎 扎得很好扎 哇 他现在就变成 他拥有的这个观念 又不太一样 我是记者的 好朋友少了解 但是 没有那种情形 如果是用 噴的 正常我们的风滴的时候 就是水量要充足 这一点要处理得好扎 不然 你的彩膠 小小粒子 他就会 他的 汽包 你看他就有开花 他都没钓 一分钟就 如果钓了 没有一个正常的 歪腸 有什么 都贵的 就有什么好够 所以这一定要小心 做这方面的一个风滴 我们这提供 给我们周围好朋友 先做这个了解